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把这个墙面完成面给深化一下 具体的造型要做出来 同样的还是收口 我们这个卫生间 墙面与地面 添花与墙面 没有什么特殊的收口 我们只要把这个造型做出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还是切换到这个模型 先把楼板添花隐藏一下 对吧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对吧 首先我们先深化一下这面墙 这面墙呢 它是有一个鸡嘴缝 就是数项的一个鸡嘴缝 那么这里呢 给它确定一下 这里是490过来 然后这边呢 是305 然后这边呢 是450 这边过来155 那这边过来455 那这个分缝呢 也是根据啊 你自己的一个这个推敲啊 去做出来的啊 这边过来330 这个鸡嘴缝啊 你可以给它做的 有规律一些 可以这样啊 随意的这样分一下 对吧 只要我们到时候有这个施工图啊 就是可以确保啊 我们这个施工啊 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里呢 我们就要给它画一个啊 画一个这个鸡嘴缝 是这个10乘5的啊 一个鸡嘴缝啊 那这里画一个5 然后这边过来一个5 这边呢 过来一个10 好 然后这样过来啊 我们这个鸡嘴缝啊 就画出来了 对吧 然后你可以多复制几个 那复制完呢 先别着急往下拉 因为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数字的一个 数字的一个这个鸡嘴缝 我们横向呢 它也有 但是啊 横向啊 就是一个 我们普通的一个拼接缝 但是呢 我们要给它画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上来950 那这里上来啊 785 好 这两个就够了 那我们把它复制上来一个 这里呢 哎 复制上来一个 好 它就分成三份 好 那我们呢 就可以这样啊 往下推了 好 推到这儿 你如果先麻烦啊 可以这样啊 画一条线 然后这样直接啊 路径跟随下去 啊 我们先把这些线啊 全部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选中 然后这样哎 走一下 其他的也一样 好 走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删掉 好 删掉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往下面啊 复制几个 好啊 然后呢 我们往下复制 因为它这里啊 它路径跟随完 它是没有的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要把它这个结构线啊 给复制出来一个 好 那么这面墙啊 差不多就做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给它上个这个材质了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面墙啊 也要做啊 过来250 那这边呢 过来21 这边过来305 那这边过来285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的一个缝 对吧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两隐藏一下 那做这个缝之前呢 我们还是一样啊 这边啊 也要做 对吧 就是这个横向的一个平方啊 也要做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树向的这个轨道啊 做出来 这里呢 我可以把这个三角啊 就要复制一个过来 然后放到这里 对吧 好 复制过来一个 好 这边也过来一个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把它这个缝啊 鸡嘴缝做出来 好 做出来之后呢 我们给它上个材质 好 就可以了 好 我们上个材质之后呢 我们这面墙就做好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做这一面 这边呢 我先啊 给它一个这个台子啊 给它一个材质 然后呢 这个台子上面啊 要做一个这个牧师面 对吧 我下来50 好 然后呢 给它这样剪切过去 然后 哎 我上去50 这个呢 就是它这个牧师面的一个台子啊 但是呢 我们这里啊 要做一个这个收口 对吧 往上啊 抬一个10 然后呢 我们这里啊 进去一个10毫米 往上一个10毫米 做一个这个凹槽就可以了 好 这个牧师面啊 我们吸一个贴上去 好 调整一下贴图 然后呢 我们这里啊 给它倒个角 这里呢 可以倒的小一些 我们倒一个3毫米 好 对吧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是做上面这个镜子 上面这个镜子呢 我们给它一个这个 往后退个6毫米就可以了 好 粘贴出来 然后啊 成个组 把它拉出来6毫米 然后选中这个面呢 我们给它倒个角 这个镜子可以倒的稍微大一些5毫米 有点太大了啊 就3毫米吧 好 倒出来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给它找一个镜子 先象征性的贴一下 好 我们最后呢 肯定不是贴这张贴图 对吧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做完了啊 然后这里呢 给它拉一个分缝 就是我们这里呢 与浴缸 对吧 这里是有条缝的 这样过来啊 这个细节这里啊 也要做一下 这个缝啊 我们渲染的时候啊 是要看出来的 对吧 那这里完射之后呢 就差啊 我们最简单的这两面了 对吧 这边呢 我们过来160 这边呢 过来305 那这边呢 我过来365 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辅助线 然后呢 我们哎 这样给它画一下 同样啊 这边也画一下 画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啊 给它这里呢 做一个这个小三角 复制一个啊 把它删掉 然后呢 我们粘贴过来 给它转一下 好啊 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呢 哎 路径跟随 然后 同样啊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细节啊 往下复制一个 这里一个 好 这里一个 而这边也是 同样 我们这边啊 好像刚才忘记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清理一下参考线 然后呢 再检查一下这个墙面 对吧 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啊 我们大概的一个造型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然后呢 Enscape里面看一下 对吧 没有问题啊 其实这个卫生件啊 也不大啊 很小的一个卫生件 好啊 我们这一节呢 主卧卫生件啊 墙面完成面的深画啊 就先讲到这里 那因为我们这个门和门套啊 是这个卧室啊 就做好了 所以说我们下一节啊 就没有这个门和门套的一个绘制了 我们直接呢 进入了这个地面和天花完成面的一个深画 好吧 那么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节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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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